游戏呢很简单 两人一组 用嘴 把这个面粉 运到对面的功能里 限时三分钟 运得最多的那个呢就算赢了 运得最少的 就要负责 刷碗 还有打扫卫生 你先去趟洗手间 不要 我去摊摊摊 我去拿个毛巾 我也去 去个洗手间你们要一起去啊 人多热闹 你怎么不一起去啊 既然他们都走了 那我们两个聊聊吧 我们 聊什么 就聊一聊你最近的精神状态 哎 我们听得清他们讲的什么呢 听不见啊 光是看他们在嘴动 感觉他们聊得还挺柔洽 你最近睡眠质量怎么样 挺好的啊 嗯 那有没有失眠多梦 没有 你问这个干嘛 谢谢 学生姐姐好像在呕吐啊 不行 老婆 你没事吧 怎么了 你跟她说什么了呀 她怎么吐了 我什么都没说 是她说着说着突然要吐了 今天早上她在家的时候也吐了 而且老说头晕 我本来打算要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但她说这只是暂时性的不成规律 所以不必去医院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也有 恭喜啊明朝 说不定你就快升级了 什么什么 怎么了 你小孩子别乱打听 就是 其实这个选项我自己也有想过 只是我一直不太确定 老婆 没事吧 吐了几天了 情绪波动变化大不大 但一包正常来了没有啊 老婆 你是不是已经怀 您听听 这个问题 我觉得 还是要等我先检验一下 才能知道 我要当干妈了 哎 这个人怎么这样 做人的讲究先来后到 我先认识了他 我要当干妈 我不管我要当干妈 老婆 老婆 你从哪儿拿到的验孕棒 这几天总是恶心肝傲 心慌 符合早晕的状态 于是我就准备了一个验孕棒 想验证一下 但是鉴于验孕棒的准确率 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 你们 还是等我去医院验完血之后 再高兴也不吃 说得对 我回家你就去 哎 别急别急 今天是周末 人非常多 光是排队就要排一大半天 而且现在呼吸道感染很严重 我觉得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赶现在去吧 嗯 哎 到时候我这个孩子干妈陪你去啊 我有车 我送你去 我才有孩子干妈啊 我要做他干爹 也可以送他去 算了吧 说得好像人家自己没车似的 薛仁姐姐 我也想当孩子的干爹 就你 小屁孩儿还想当干爹啊 如果是周氏和魏青的话 等等 两个人搭配的几率高一点是不是 哎 你过来 我不 哎 等一下 干爹干妈的事儿 咱们以后再说 那 就周氏吧 不是 为什么呀 对非我没车呀 你们看不起谁呢你们 因为周氏做的饭比较好吃 哎 那确实是输了 因为你做的饭有毒 喂 小宝贝儿 我是你干妈 叫我周氏小姐姐 等等等等 这辈分不太对吧 我说对就对 小宝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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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我也是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呢 叫什么名字好呢 这么开心啊 当然了 我现在可是准干妈呀 这么喜欢小孩儿 那不如自己生一个咯 怎么生 无性繁殖还是有私分裂啊 要生孩子不是要先结婚吗 好像有人 根本就没有答应我的求婚 我说过了 不是我不想 是 现在时机还未到吗 那什么时候测算时机到了 你别误会啊 我就随口问问 你也可以选择 不回答的 怎么样 今天开心吗 挺开心啊 真的啊 不对劲啊 他到底是怎么了 你干嘛呢 哦 我 切水果 切水果 你一直盯着我干嘛 谁盯着你了 既然他们都走了 那我们两个聊聊吧 我们 聊什么 就聊一聊 你最近的精神状态 哦 原来他是担心我出事呢 我 跟你在一起 当然开心了 但 这都是暂时的 因为 就像现在我把你送回去之后 我就又是一个人了 做什么事情 也都提不起精神 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如果我一直都在你身边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是 你都想好了啊 嗯 他现在这个状态 我实在放心不下 我理解 加油 等一切都好了 早点把证领了 也让我们这帮朋友安心啊 你也是 薛宁 等薛宁好了 我们再好好想办法 解决他的事 哎呀 你不用管我 好好照顾你的魏总吧 周氏我就交给你了啊 能不能修成正果 就看你自己的了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他的 你也是 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嗯 放心 嗯 走了 不去不去 相信你花 这幅画从你出国开始 我就一直挂在这里 每次想你的时候 我就会来这里坐坐 床单被褥都是新囊 你要还缺什么 我再给你买 我什么都不缺 我都带了 你早点洗漱 然后早点睡下 玩了一天也累了 嗯 你也是 晚安 晚安 魏琪 以后都有我陪着你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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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会了 我只要你不要再说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我再来一步 你不要再来